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坚决告诉大家不可以 就大家可能只能在电影里面看到我尽力断姐弟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女生还是比较享受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然后真的希望那个男生可以给我安全感 给我很多可以教我好多东西 然后我又会很欣赏这个人的才华 他可以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 所以如果说跟一个小我太多的男生在一起 可能我要好像照顾人这样子 要照顾他就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心愿 所以呢 或者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爱得起这个电影 因为里面就有讲到关于比较 我们回来再聊聊我的新专辑 欢迎回到飞街客 我是梁永齐 这次带来的新专辑呢 就是在纽约拍照 然后在纽约拍照的时候 在街头都会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房子 好 但是问题是问我用身高要换什么 我就是要带到房子 因为呢如果说要我用我的身高啊 比方说如果我少一公分的话 我想换来什么 我就是想换来一栋房子 我并不是大想投 是因为呢我觉得我的高度 就减一两公分都OK 然后我很想多一两栋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喜欢住在不同地方的感觉 但是你说真的要买房子就 哇好像很贵这样子 那如果我愿意用我的身高 一公分或一寸好了 然后就换一个房子在纽约 然后再另外一寸就换一个房子在巴黎岛 因为我觉得纽约是一个 真的很多样化 很多事情真的发生 包括艺术啦 很多文化活动啊 比方说金融啊 什么都在纽约发生 然后为什么巴黎岛 巴黎岛是一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我可以在那边享受阳光海滩 那种温暖这样子 所以挨两寸 换两栋房子真的很划算 我觉得我可以去 许愿一下 欢迎回来VJ课 我是Gigi良琪 Gest VJ 如果说到我哪一天 不做艺人的话 我最想放纵自己做什么呢 我应该就是会马上把我头发留长 因为呢 我入行之前我本来是长头发 大概长到这里 然后像瀑布这样子很长头发 但是入行之后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你短头发最漂亮啊 可以突出你的五官啊 最符合你的个性这样子 然后就说一定要有短头发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有那一种 就是这样甩头发啊摸头发或扎头发的那一种感觉 因为有时候啊我看到一些朋友 他们出来的时候很不经意的把头发都扎起来 这样一块这样子 然后他们在吓我的时候啊懒洋洋的就把它拆下来 然后就整个整个这样子下来 然后卷卷的 我就觉得好性感 但是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所以呢如果我有一天不做这个行业的话 我一定会留一束很长的头发 然后我要一定要试一下那个 把那个头发放下来那种甩头发 然后很性感的那个感觉 欢迎回来VJ课 这一次呢就是带了我的新专辑礼物 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是收录了我自己创作的 词曲创作的歌曲礼物 是一些心情放的分享 希望可以多多的支持 他也欣赏我们这一次很用心的 心理约拍照啊 然后把整个专辑说好送给大家 好如果想接近我的生活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我的部落格 网址是giblog.com gblog.com 好我们下一次再聊聊我的专辑 そうですね 是